前尘影视如梦如幻 泰山北斗永垂高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谈起当代高僧的红发世纪 可以说各有其不可思议的境界 他们像空中的瑞爱雌云 编着每一个后起的僧才 像天上的日月星光 照耀着世界上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令人们拥护着 向往着 在众多的高僧中 有这样一位师父 他事迹在中国北部 久于支撑着北中国和东北边陲佛法 从事办学 修庙 弘法等工作 三十年来 未曾烧气 他就是 谭虚法师 法师的一生都有哪些经历 这些经历又对我们有哪些启发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 由谭虚法师口述 大光法师记录而成的 影尘回忆录 谭虚法师中年出家 于虚云法师 太虚法师 和称为中国佛教界的三须 天台宗 第四十四代传人 一生 鹤诞如来家业 除蒋经说法外 创立丛林 新办佛校 修建庙语 弘法足迹 遍布东北各省白山黑水 及南北各地 法园之圣 叹为西有 泰山北斗 为众供养 足为当今似众之良摩 后世学佛之难真 谭虚法师的父亲平素谈话时常说 为人做事 无论如何 要给儿孙留些因德 一生 持身涉事 待人接物 并成 敬以处事 成 以待人 法师的母亲 天性舒和 孝道殷勤 任劳任怨 敬劳 连贫 常教训后人 要惜福 修福 平常 不曾 道过他人 一句是非 这样的家庭 对谭虚法师 幼小的心灵 有什么影响 又对他将来 走上弘法之路 成为佛门 一代大德 奠定了什么基础 下面 就让我们一起 从谭虚法师的小时候 开始讲起 幼年时代的梦境 昨天 听方丈和尚说 大家想听听我的履历 和我出家前后的各种姻缘 让我随便说一说 这也是大家对我的一番好意 因为年纪已大 像风中残竹一样 不定在那时 就要快死了 说一说 让大家知道一下 也做一个纪念 哎 提起我的身世来 真是可怜得很 多半辈子 都是在坎坷潦倒倒中 家境很贫寒 自幼就没念过多少书 我原籍是河北省宁河县 北河口北塘庄人 这个地方在宁河县城南 距天津一百里地 距唐沽二十五里 因为在宁河县的西南 至东南一带 靠海很近 是一个严简不毛之地 所以 一般人的生活 都很苦 我常听仙人说 我们那个地方是靠海 没有什么大出产 多长晒岩滩为生活 后来 因为地方狭窄 岩滩不够晒 就渐渐又改为捕鱼 中等人家 大半是帆船贸易 海上往来 到山东沿海一带 如烟台 龙口 石岛 或到凤天 营口等处 去贩卖粮食 普通一般穷家住户 因为本地没什么出产 大多以捕鱼制虾为业 这种职业 虽然是很苦 可是 在天津东北一带 已经成为 一种生活的习惯了 这是说 我们那里的生活状况 苦得很 我的俗家姓王 曾祖父会一量 曾祖母 马太夫人 祖父名声 自允平 祖母 宋氏 曾祖父和祖父 均重胭脂 有钱得 父会得轻 父姓耿直 不惯封印 平素谈话 时常说 为人做事 无论如何 要给儿孙 留些阴德 又说 我们王家 多少辈子 没有和人诉过诵 打过仗 定 以此叮咛后人 纵然自己吃亏 不要违背 祖上家风 他老的为人 对于自己 生活很简朴 对于公共事业 则很慷慨 宁肯 自己坚决一点 总要去帮助人家 一生 持身设事 待人接物 没什么特长 为静以处事 成以待人 因为家庭人口多 本地没多出产 所以一生 多时翻船贸易 到各地去做买卖 我母亲 娘家姓张 天姓舒和 孝道殷勤 居家过日子 总是 做在先 吃在后 对家庭中的事 任劳任怨 欲有不顺心事 唯念 阿弥陀佛 对乡里 则敬老连贫 排难解分 先是火居 人口众多 一个大家庭 后分居度日 各立门户 赴恒经商外出 家世赖母亲之耻 被教训后人 要惜福 修福 平常 不曾到过他人 一句是非 在我上面 已有兄子 七八个 可惜 都未长大 有活三四岁的 也有活七八岁的 没有一个能存在 都 腰亡了 我父母 以为后代 无望 对儿女方面 很伤心 过三年之后 又生下了我 父母恐怕 我也活不成 人 又不能 不好好抚养 只好 任命 而已 亲爱的听众朋友 父母 是孩子的 第一人老师 行住坐卧的 每一点一滴 都会留在孩子 幼小的心灵中 真正的爱孩子 应该为孩子 做些什么 北宋司马文宫家训 告诉我们 即今已子孙 子孙未必守 即书已子孙 子孙未必读 不如 即因得与明明之间 为子孙 长久之计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会